驱魔令究竟有何作用 它为何能瞬间扭转驱魔关的困境 安洛仙利用光元素精灵作为诱饵 成功打通了进入驱魔关的通道 煞时间整座驱魔关沦为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而决定这场战争走向的关键因素 便是龙浩尘手中的驱魔令 一旦龙浩尘将驱魔令带到指挥司 魔族将被彻底驱逐出驱魔关 那么驱魔令究竟有何作用 它为何能瞬间扭转驱魔关的困境 魔族一方为了确保能够击杀奥斯汀格里芬 不惜派出了三位魔神强攻驱魔关 这三位魔神实力之强悍 即便是身为刺客圣殿殿主的圣月 都被他们打破了领域伤及了本源 尽管圣月拼着重伤也重创了三位魔神 可即便三大魔神重创 但却仍然拥有九阶的实力 眼下驱魔关内能够与三大魔神为之一战的 也仅仅只有高英杰等十位命运机做骑士了 但高英杰等人的实力终究只有七阶 倘若对付八阶魔族还勉强能行 不过面对九阶魔神 他们自然也是束手无策 三大魔神的恐怖战力 也是让驱魔关瞬间陷入了绝境 想要改变这一局面 唯有靠龙浩尘将驱魔令放入指挥司当中 唯有如此才能改变驱魔关中的局面 只可惜圣月的提前落败 让轻妖奇魔神谢尔得以拦住龙浩尘 让驱魔令没能发挥出他的作用 驱魔令实际上并不是一种 大范围杀伤性武器的启动装置 它唯一的作用便是通过指挥司的传达功能 将驱魔关的事情传达出去 以此让距离最近的刺客圣殿总部派强者前来支援 刺客圣殿在人数之上比不过其他圣殿 但他们的高层的精英却要比其他圣殿多上不少 特别是刺客圣殿所组建的侠影堂 其中甚至有十多位九阶强者的存在 即便是在圣战之时 八大魔神围攻驱魔关 也没有一个魔神敢抢闯驱魔关 毕竟面对这些实力不输于他们的侠影堂强者们 稍有不慎便会被斩首 更何况在刺客圣殿之中 还有一位实力远在圣月之上的大长老薛之圣 此人的实力已经达到了九阶三级的境界 即便是排名前四十的魔神 他也有一战之力 倘若是安洛先与他交手 驱魔关的局势便会立刻被改写 尽管刺客圣殿之中拥有如此多的强者 但他们却需要坐镇刺客圣殿的组部 并且这些强者大多都是处于修炼状态 唯有圣殿大笔或者圣战之时 他们才会出关应战 而驱魔令大概率正是召集这些强者们的调令 一旦十几位九阶强者现身驱魔关 三位魔神必然无路可逃 关中局势也将在瞬间被改写 安洛先等人与驱魔关对峙多年 自然也是知晓驱魔关的厉害之处 不过为了能将奥斯汀格里芬击杀 冒点风险也是应该的 毕竟奥斯汀格里芬一旦成长起来 整个卫面都将迎来末日